小市民不提出来的话 我账官怎么改善呢 但我提出来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去跟进呢 非法旅馆一层楼之内竟然最少有三间 虽然林小姐曾多次向旅游局举报 但是一直没人跟进 直到凶杀案发生之后 当局才一口气全部查封 旅游局澄清凶案发生之前 局方一直都有关注 但由于要证实该单位是否为非法旅馆 需要时间去调查 必是第一次封锁 有可能是可以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是否有点我们去过第四次才封锁 所以我希望最准确的讯息就是 不是有个投诉 肯定就可以判断到 那个地点是不是一个非法指缩的地方 他强调旅游局打击非法旅馆 也有一定的成效 没有修法的必须 而对于有议员狠批当局亡羊补牢 旅游局并不同意 要认真地去做一些功夫 我相信这个成效应该不会是今天 往往等发生了命案之后 10月4号 一轮冲锋就封了几间 在我们共同跨部门的行动 有一间是由于有一个罪案的情况 就带动到其他的单位都受到这个行动的效果 另外旅游局表示为了打击非法旅馆当局正审批12个开设公寓的申请约有368间客房 而被问到这样的客房数能够满足澳门每年2000多万旅客时 旅游局回应说并不是每个游客都需要入住公寓 我也是高比勒江潮东澳门报导